大家好 我是小飞 我现在在南开区的南京路上 前一阵我去尝了一个香菜 就有很多粉丝朋友给我留言 说你吃那个不正宗 在天津有一家特别好吃的香菜 排名第一 让我一定要来尝一尝 好吧 今天我就去尝一尝 看看有没有你们说那么邪乎 就在这儿 新天地大厦三四层 看见了 那儿香月天下香菜 但是从哪进去 这下边能进去吗 前面这条街就是万德庄南北街 拐过来之后香月天下 这儿一个大门还有电梯 三层大厅四层包间 此电梯直达香月天下 大厅 香月天下 必吃餐厅 你好 两位 两位 那这边厨师一下先帮忙 给你拿一下 好 嗯 来这边请 嗯 现在是12点多啊 人还挺多的 基本都坐满了 它这个三层都是这种小散桌 我觉得地方不能太大 这个就是最推荐的菜啊 叫真火肉汤泡饭 五肠道花香配上百岁山矿泉 蒸出毫米饭 68一份 来一份肉汤泡饭 今天咱尝尝臭鲁鱼吧 就不要剁掉鱼头了 哇 好贵啊 大份的168两条 小份88一条 咱再来个青菜吧 五豆角炒藕丝 38 这点平榜排名第一的香菜 味道怎么样咱不知道啊 但是这价真的可以 臭鲁鱼一条就88呀 一个肉汤泡饭68 我到底看可能有多好吃 现在是在蒸饭是吗 对 现蒸啊 这多长时间啊 26分钟 26分钟才能吃上 这米饭都是现蒸26分钟 想吃饭得26分钟我都饿了 上气了上气了 想吃这个饭真难啊 等10分钟了 这个饭要是好吃还行 如果要是没那么好吃 太圆了吧 继续等 终于上来一个菜了 这个叫补豆角炒藕丝 不知道为什么叫补豆角 这一大盘子 这都是藕丝啊 给切成丝了 然后豆角在哪 是这样的 是这种腌的 好像是豆角干一样的 小米辣的香气很重 这个藕丝还是挺脆的 哇 挺辣啊 豆角是一种小干豆角 微微有着一点酸 说的是微辣 这个辣度还是可以的啊 这个饭还有五分钟呢 再等会儿吧 呀 臭灰鱼来了 88一条的臭灰鱼 哇 天呐 这是微辣吗 放眼放去全是辣椒啊 葱花 小米辣 哇 铺满了 它这条鱼的大小感觉还可以啊 不是特别小 我这得揪着米饭吃 吃不下去 要不 哇 这臭味还挺足 不过就这红彤彤的一层啊 我现在看着我都流口水 我都感觉要辣 鱼肉还是不错啊 臭味挺足 没有想象中的辣 这种紫苏叶是特别关键的啊 做这种鱼没有这种紫苏叶的香味出不来 挺香 咸淡比较适中 我其实特别爱吃臭鲑鱼 我好像说过啊 这种带点臭味都特别香 其实不挺奇怪的 为什么这个香菜馆里都会有臭鲑鱼呢 臭鲑鱼不是安徽菜吗 挺好吃的 就是有点辣 我等会我那米饭吧 停了吗这个 应该是吧 没想 时间到了 小当中没想 幸运我看了看 饿错了 感觉这个肉也挺辣的 好像全是红辣椒 肉汤拌饭啊 这就是辣椒炒肉啊 这就是辣椒炒肉啊 拌拌拌 这是微辣吗 对 这看着挺辣的 反正 这一点都不辣 这个是彩椒 彩椒 这一小份 够俩人吃吗 可以 能成几碗啊 能成四碗呢 四碗 哈哈 等了26分钟的肉汤泡饭终于熟了 看着还是真不错欸 这个米香不香 拿着肉汤一泡 反正我是吃不出来了 不过这个肉汤味真的挺香的 确实是不算太辣 你看到这么多红椒 它是采椒 好看的 这个肉汤泡饭用的肉 是湖南的三宝 宁香花猪的猪肉 咱们尝尝这肉看看香不香 挺干味的 没什么油水 仔细摇还行 吃不开有多香 说是正宗的五肠大米 但是我吃稍微有一点硬 因为它26分钟就煮熟了 我期待是那种稍微软快点的饭 这一小锅能成四碗饭 我们两个人一人两碗 好拜拜 来按键 就好 今天购买動画 他们很感 Viv到某人 vraiment 酷了 酷了 better me better believe in your mind cause it's everything you can mold shape find almost anything 好嘞 可以了啊 再见 慢走 我们两个人一共是197 然后有一点团购的 然后减了12块钱 185 我觉得这价还是挺贵的 味道呢 我觉得总体来说啊 中上冷水平 80分超上了 还真的没有什么毛病可挑 就是那个米饭 哎呀 等的时间太长了 26分钟 你要饿了 你绝对等不了 臭鱼的味道 我觉得还是相当纯正的 不过和我之前吃过一个 蓬芙的味道 感觉差不多 蓬芙应该比它便宜一点 而且是三条小鱼 它这也就一条 哎呀 就这个价格 我反正是吃不起 不能再喊了 反正最近香菜是没少吃 也挺贵 我觉得得换换口味了 大家再给我推荐 换换别的口味推荐 好吧 那今天就这样吧 哎呀 有点心疼啊 太贵了 哎呀 收工回家吧 拜拜了